很多人投資好像賭碼那樣 今天有什麼賭碼就去買 在2006年 整個人類是沒有見識過金融海嘯 現在珍珠通道來行 行真指數是有點問題的 好,回到威言大意,繼續是珍淵倉教授 珍教授歡迎你 大家好 我知道你出了分書 不過是沒講分書之前 我想問一下你 大家都知道你是那些很長線的投資 你有什麼倉底貨給我? 倉底貨 很長線 最長線就是長實 1987年拿到現在 什麼位置? 什麼位置? 5元 5元 OK 現在那個長實變成兩隻股 是啊 一直長實一直長磨 這兩隻加起來都超過100元 這個是最長線的長實 第二長線的就是匯豐 匯豐1990年拿到現在 嗯 就是浩本的要賣去賣去賣家 當時叫做銀河儀略,當時叫做交話建材 和交話國際兩隻我都買 那其中一隻中 結果建材中了 但是交話國際都不差 交話國際就持有交話建材 每五股就送一股交話建材 那就是每五股就送一股銀河娛樂 只是送回來銀河娛樂 都比交話國際的市值大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渣渣渣渣做了很久的股 騰訊都算是過去這幾年 開得比較久的2016年開到現在 沒有動到 那另外一些就是領展 領展IPO開到現在 是啦 開到現在 不過領展就一直有增持 所以成本就不是IPO那個成本 IPO只有九個多 那他後來一邊升我就一邊爭持 那其實廣告所我都是叫做IPO開到今天 那時候都是幾十萬的 都升了七倍 不過廣告所呢 就是中間的時段呢 就曾經沽過清晰的 他曾經升得很厲害 就沽了清晰去 那沽了清晰去後來是會跌下來 又震起來了 那還在一邊爭 一邊爭就是剛才說的那個五股 你這個五股不會因為爭士通道走來走去的 就是你真的會 不走的 這個就是 我說過爭士通道是拿來捕捉那個指數 是 但是有些股呢 我就覺得呢 就可以超越指數 它也是可以跑完指數的 那它可以跑完指數 你沒有必要跟著那個指數變而變 那就是長渣咯 匯豐也是 匯豐是不是跑完指數 好像現在就差一點了 匯豐這幾年就差一點了 但是匯豐我是收到有感情 所以又不顧了 你還做了廣告 是的 收到有感情 那就不顧了 那就做了去大圓圓 那好像騰訊 騰訊16年拿到現在 是不是跑完行山指數 跑完行山指數很多 很多 很多的 一百塊買的 現在都三百多塊 行山指數有沒有升三倍呢 沒有 所以我說行山指數那些人 應該問一下你的意見 什麼時候買 是的 其實我應該會做一個顧問 我一早就經常說 它在錯誤的時間 做錯誤的這個決定 如果它好像我這樣 2016年 就將騰訊這些 比重放大 都好像今天這麼大 美團的IPO就把它放下去 又是好像今天這麼大的比重 挺好的 行山指數現在是4萬5萬 好像美國的道指這樣高 這幾個公司 除了港交所 應該看不到有什麼變化之外 其他公司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就是你都覺得 你就是會看著 港交所的變化比較大 所以港交所我都說過 我曾經看到我沽清制 然後就買回來 就是這樣的道理 曾經沽清制的 2007年我沽清制 後來就是高位 是啊 是啊 好 之後呢 就是買回來 之後什麼位置買 第一次買回來的位置是50塊 哦 50塊嗎 哦 OK 後來最近 最近都是幾年前的了 最近好像是2016年 2016年 我又去掃這些貨 其中一隻也是港交所 那是百多元嗎 不記得多少錢 不過相對是比現在低 是比現在低 明白 這些股份是不是你都會繼續 可能持續多10年20年的 你剛才看這些 不是這些股份 港交所都是可以長期看好 但是它的波幅周期相當大 就是港交所做沒有本生意 是 沒有本生意的意思就是 賭錢 賭場 股市很旺的時候呢 它成本不需要增加的 是啊 那它所有的revenue 就是收入呢 就變成理論 那反過來 股市很淡的時候呢 那它成本沒有這麼低 貢低的 那它就賺少了錢 所以它的起落波幅就比較大些 所以就 每港一路開什麼都不知道 都會看著那個勢 看股市的黃或者淡 來做這些決定 明白 所以 都好像 最近 韓子加入東方海 很多人在那裡反對 就是 好像 航運股 它的波幅就更加大 它簡直就是一個周期 是在說幾十倍的分別 是 有人問你 Facebook人問你 聖屍 聖屍 聖屍貨櫃是你最愛股 那你怎麼看 曾經 曾經 是的 曾經 曾經 現在不是 不是說現在不是 曾經 因為它跟這個 東方海為是類似的 是周期很強的股 所以你說我的愛股 曾經 我 很激勵 推計 那為什麼很激勵 推計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去過低潮 所以低潮的時候就去買 然後我剛好就捕捉了去起飛 所以當時就經常提起這隻股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我是愛股 我愛了不得了 永遠都不股 其實我現在還拿著 但是已經少了 就是股了很多 股了大部分 OK 好 講一下這本書 我知道你出了一本新書 其實你本書跟以前那本書的名字很相似的 基本上是 加多三個字 就是新世代 加多這三個字 就是 因為現在進入一個新世代 成本書就叫做 《動息先機》曾經聰 《七弟投資智慧》 那麼這個《七弟投資智慧》 基本上就沒有變 我覺得一百年後還可以用的 這個就是曾經聰累積了 我這麼多年的一個經驗 所以完全是我曾經聰過型的一個經驗 的總結 但是上一次出版呢 2006年到現在12年了 那麼12年都很長了 那麼既然呢 那麼長的時間 現在 現在 2006 不止12年了 現在16年了 那麼經過16年 環境變了 那麼環境變了呢 就有很多事情呢 就必須重新整理 所以《七弟智慧》是沒有變 這本書跟2006年的《七弟智慧》完全沒有變 但是《七弟智慧》的內容就變了 比如剛才我講過《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 在2006年的時候 我還覺得它是非常好的 那麼我每年都爭取 所以我拿《珍慧通道》來 怎麼去改進它 不過現在還沒想到怎麼去改進 不過這個都是我提出來的一些新的做法 另外呢 就是 在2006年呢 整個人類呢 是沒有見識過今天海嘯的 這個人類歷史中 最大的一次 那麼今天開笑之後 又出現了人類歷史中 也沒見過的就是零色 EQ 那些以前就是浪化寬鬆 這個也是人類歷史上沒見過的 那麼這些就是因為今天開始要提出來的 那麼所以變成呢 人類歷史上呢 就從來沒見過這麼長時間的零色 超低色 大家知不知道呢 三十年前你去買樓啊 按決是十幾里的 嗯 我就記得十二里 十二里的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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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現在可不可以飛撥回十二里的我買了 很難 真的很難飛撥回十二里的我買了 現在美國說加息加加息 加多少 現在到現在都是0.75里 要加回十二里的我買了 都是真的不容易的 剛才我說過加息加到年尾呢 就停了 可不可以加到十二里的 是不會的 所以人類的將來 就很難就是會出現這些十二里的那樣的環境 所以整個環境變了 所以這本書呢 基本上是重寫的 用那七大智慧沒變 那七大智慧是我的嘛 那我就用那七大智慧呢 就是那樣就變了 那七大智慧是什麼呢 第一個智慧就是投資 必須有計劃 很多人投資好像賭碼那樣 今天有什麼賭碼就去買 買碼就賭碼 賺到錢 今天高興吃一餐就這麼多 那這些不是一個投資的計劃 我的投資是必須有計劃 有目標的 為什麼要投資 為將來退休做準備 這個很重要的 我投資的目的是為退休做準備 所以必須有計劃 所以然後我七大智慧 第二個智慧呢 就是我分析 什麼叫做基礎分析 什麼叫做這個技術分析 有些人就說 我是什麼技術分析的專家 我是什麼波浪大師 全部不對的 任何人都不可以說 我只是什麼什麼大師 不行的 你一定要同時明白 基礎分析 同時技術分析 兩種都有用的 你絕對不可以 只是做波浪大師 只是做一種大師 一定會出問題的 所以我就 第二個智慧就是 要同時學這兩個東西 第三個智慧呢 這就是我自己發明的 兩天就九天的融合 這個就是做中期的投資 部署的 長期的投資呢 就三次中途 你看到第四 第五第六個智慧呢 第四呢 就講長期投資 應該怎麼去做 第五個智慧呢 就是中期投資 應該怎麼去做 第六呢 就是怎麼去短炒 我都很短炒的 不過我做小主儀情 那樣玩一下 那第七個智慧是什麼 就是心理學 投資 很多人呢 最後虧蝕 就過不了自己的關 股市掉下來 會分不足夠 一定要將它沽出去 沽出去就分得足夠 那就變成人家低潮沽出去 然後人家各個賺錢的時候 會有貪心 就是貪欖 所以貪欖和恐懼這些就是心理 所以第七個智慧 我就在討論這些 投資的心理都用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這本書的價格 就是七題智慧 非常之普 明白 我想問一下 你既然是加了新世代 因為我覺得是2000年的.com 大家都經歷過泡沫的爆破 那今次那些新經濟股 都算是一個爆破了 那唯一我覺得看到的分別 就是以前的股份 是沒有那麼賺錢 今次是賺錢的 就是公司開始賺錢 有實質的能力的公司 那是否表示今次我們的爆破 其實不是好像 這個.com 時代那麼嚴重呢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為什麼這本書要加一個名字 叫新世代 剛才我只是說人類歷史 都沒見過海嘯 沒見過這些超低息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泡沫 當年的泡沫和現在的泡沫不同 當年的泡沫是大很多 當年那種泡沫是完全沒有大的泡沫 就是完全沒有賺錢的公司都可以炒到上天 現在不是 現在是有錢賺的 現在騰訊可不可以跌回IPO那個價錢呢 IPO是在說六號幣 騰訊不可能接回六號幣 所以騰訊現在每一股賺的都不止六號幣 是六號幣的很多倍 他每一股已經是賺很多錢的了 那當年不同 當年是現時沒有收入 那股價是吹出來 所以一爆就真的變了泡沫了 整間港幣沒有了 但是現在是不會的 現在很多這些波及公司 波網公司 它真的有實力 它真的賺錢的 美團現在還在虧錢 但是它有收入 為什麼它還值得多錢 它有收入 真的有收入 只不過開支大 所以還沒有錢 但是它有收入 很重要就是有收入 當年是沒有收入 令收入都炒了 炒過概念 炒過概念 但是它可以有投資價值 是不是 世界盃是講整體的股市 但是波網股我覺得其實現在已經可以考慮了 我 我在今天的傳媒都有寫過一篇文 其實兩個星期前我已經有寫過 兩個星期前我就在報紙也有一個專欄就說 可以開始分批小主入貨網股 過去兩個星期 你知道貨網股 是升得非常好的 是的 美團升了90% 差不多一倍 阿里巴巴升了六成 騰訊升了三成 這個不是反彈 90%是絕對不是反彈 是全世界 所以現在是可以加注的 兩個星期前我就說可以分批小主入貨 現在可以加注 我就覺得 給三隻我們 給三隻我們 就是ATM 我就是ATM 是的 這三隻是最大的 不過就 阿里巴巴有一點保留 馬雲這個人好像比較堅固 他有點自視過高 好 中央出手整頓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結結結結結 他說中央沒有資格 金管他 他說你用這些很舊的方法 來金管我這些新的概念 但是馬火騰不同 馬火騰一看中央出手就馬上說 我們要去絕對配合中央 所以兩個人的性格有點不同 OK 明白 OK 好 最後的問題有人問 如果到了曾淵倉教授這樣的年紀 適合投資什麼 買樓收租 現在 是的 現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的 買樓收租是 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做的 明白 因為始終是 樓的波幅是穩定的 比股市穩定 所以這個 用投資心理的角度來看 買樓是 人的心會定很多的 但是買樓收租現在的收租 都可能離幾兩來的 兩來是不錯的 現在你按揭都不到兩來 就是租客幫你供樓的 有什麼不好呢 OK 明白 你現在收租比按揭還高 如果收租低的按揭 是不是就不應該買呢 都可以買 就捏一會 因為這個按揭的息會升會跌 升完之後就會跌 就是我剛才說過 那個息口加 通常加一年 就不會再加 升完之後跌 你不就是 恢復回這個 租客幫你供樓的這個好處 另外一點就是你供樓 那筆錢呢 從其不變的 你供30年30年 如果你一個月供5萬 30年都是5萬 但是你的薪金會增加 你的收入會增加 30年之後你不只賺現在這樣的錢 所以變成你供樓的負擔 就一路一路減少 所以全香港呢 其實銀行都有統計的 那表面上呢 每個人買樓供樓呢 就說30年 或者20年 但是呢 銀行的統計呢 就說真正平均來說呢 10年 很多人講10年呢 就說幫得了 為什麼呢 你身邊有錢 就提早幫得了 10年就挺好的了 不過他說 好像你這樣年紀 已經退休了 那退休沒有income的話 那是不是有風險大呢 現在買樓 都沒有幫忙 總理 基本的道理就是 你身邊哪有錢 你身邊連錢都沒有 那港美投資 你身邊有一筆錢 買得起樓 好像我這個年紀 買樓已經沒得說的了 銀行不會寄錢給你的了 就一筆個買 那一千萬一千萬給他 買來收租 明白 穩定 最重要就是穩定 對這個心理的質素 是會好很多的 舒服很多 好 今天非常多謝曾淵參教授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買一本新書來看一下 多謝李珍教授 OK 拜拜